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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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和南京这两个参加人数最多 影响最大的考场 都同时发生舞弊案 案发之后 年仅二十岁的顺治皇帝大开杀戒 震惊天下血流成河 那么这是中国科举史上同一年 因为科场案判处死刑最多的一次科场案 我们先来讲一讲顺天相识五遍案 顺治十四年是相识的年份 也就是说这一年要在各省的省会举行相识 那么相识的参加者是秀才 也就是说秀才有资格参加相识 相识录取的人称为举人 这一次顺天相识有多少人参加了 一共有五千七百多人 录取指标是二百零六个 录取比例不高是百分之三点六 百分之三点六的录取比例 也可以看得出顺天相识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我们说科举考试是国家的轮彩大典 顺治皇帝自然非常重视 他清典的这一次的正副主考官都来自詹世府 正主考官叫曹本荣 副主考官叫宋之神 在任命正副主考官的同时 还任命了十四位同考官 同考官是负责具体阅卷的 同事协助 也就是说他们是协助正副主考官列卷的考官 每一份试卷都有这十四位同考官 先看一遍 看完之后写上批语 然后把他们认为优秀的试卷推荐给主考官 由主考官决定是录取还是不录取 在顺治皇帝这一次任命的十四名同考官中 有一个考官叫李振业 正是这个李振业引发了这一起震惊朝野的科产案 李振业是什么人 他是浙江人 顺治九年考中进士 他现在的职务是大理士左平士 级别并不高 只有正七平 但是尽管他的职务级别都很低 史上怎么说了 说李振业这个人少年轻狂 福伯寡虑 也就是说这个年轻的进士 这个年轻的大理士左平士 非常狂妄自大 那么他这种性格也表现在他的生活方面 他考中进士之后 从浙江到京城做官 他做的是京官 可是他并没有把自己老婆带来 他老婆不来 一个人在京城不甘寂寞 他在京城里面娶了一个小妾 日子过得是相当的滋润 但是他这种生活好景不长 到顺治十四年的七月 李振业收到了一封家书 信是老婆写来的 一看信里面内容 李振业慌了 信上说老婆要来北京 要来北京探亲 那么这可吓坏了李振业 他是个七管炎 那么他在京城养小妾的事情 他一直都瞒着老婆 老婆一直都不知道 那么现在老婆一来北京 不就露线了吗 如果让老婆知道自己背着他 找了一个小老婆 肯定会何东是何啊 指不定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了 那怎么办 李振业他自己想不出办法 他就火急火燎的 去找他一个铁哥们商量 这个人叫张翰 张翰跟李振业是老乡 也是浙江人 住在北京已经很多年了 那么他是一个北漂 他待在北京不是为了赚钱 他是为了参加考试 就是要在北京参加乡试 考上举人 然后再考进士 在北京的张翰 日子过得是非常苦 紧巴巴的 有时候甚至吃了上顿就没有下顿 那么他迫不得已了 他只好向李振业求助 李振业看到张翰的性格还不错啊 很开朗 又善于交际 觉得这个人可以交往 也就经常给他一些小钱 帮助帮助他 李振业来到张翰住的地方 两人一见面 李振业就说 李振业就说自己现在谈上事了 因为他们俩平常关系就非常铁 李振业也没有拽弯抹角 就把自己在京城养小老婆 现在老婆要来探亲 要来查岗的这个事情 一五一十的跟张翰说了 想请张翰帮帮忙出出主意 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张翰听了之后 觉得这个事情很难办 他也没有办法 两个人在商量 商量了很久 想不出好办法 那怎么办呢 突然李振业一拍脑袋 他说有了 他对张翰说 你看看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住吗 你一个人在北京 正好我就把那个小妾送给你 那么不止把她送给你 把她住的房子 和她房间里的所有的东西 通通都送给你 那么我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张翰一听 简直就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虽然平时李振业是经常帮助自己 但是没想到李振业会这么大方 不但把那么漂亮的小妾送给我 而且自己突然还有了房子 有了家具 所有的都有了 自己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北漂 现在突然就成为一个有产者 这天大的好事 那么尽管张翰是很惊喜 很出意外 但是他表面上还是故作推辞 说什么呀 说朋友欺也不可欺 他不能趁人之位呀 李振业听他这么一说 着急呀 说你千万别这么想 你这可是救我于水火啊 帮我解决大问题呀 那么张翰这个时候 他就顺水催舟 说那我就不客气了 说我就笑那了 李振业病急乱投医 他将自己的小妾转手送给张翰后 果然把来京探班的妻子暂时糊弄过去 但日子长了 李振业发现自己又很想念小妾 于是他打起了与情人重归于好的主意 但他的小妾被当成物品一样转送给他人 心里肯定充满怨恨 他还会接受李振业的使爱吗 李振业铤而走险 磕场舞弊又与这个小妾有什么关系 磕场大案系列节目 湖南大学李冰教授将继续为您揭秘 卖关节 上级 养个小妾 需要钱 科举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 是读书人博取公民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 纵观千年科举史 磕场作弊与反作弊如影随形 言行俊法之下 他们会想出哪些五花八门的作弊方式 铤而走险 封建帝王为何对科举舞弊涉案官员 学子大开杀戒 这些历史名人又因何卷入了科举舞弊大案 湖南大学李冰教授为您揭秘历史上震惊潮语的 磕场大案 把这个女人送给了张汉不久 李振业就发现 自己突然离开了这个小妾 还真不行 他还很想念她 于是李振业就找了借口 经常来张汉这里 让他惊讶的是 这个女人对他也还非常好 两个人很快就关系恢复到以前 如交四季 有一天 李振业来跟这个小妾约会 没有想到了 这个小妾今天是满脸的怨气 他对李振业说什么呀 说哪有你这样的男人 我是把你当作终身的依靠 我这一辈子都想托付给你 哪里知道你老婆一来 就要把我送给别人 你也太没有良心了吧 他还没有说完 就已经是一把鼻子一把泪 李振业来也感到很内疚 觉得确实对不起人家 那这个女人看到李振业这种态度 她就更加来事了 哭得也更加伤心了 她说什么呀 说你你正业怕老婆 把我送给别人 那我也没办法 谁叫我的命不好了 可是你要把我送人也可以 你要送一个有钱点的男人 让我的下半辈子有个依靠 你看看张翰是个什么人 他就是一个寒酸鬼 穷得是叮当响 你把我送给他 我下半辈子怎么窝 那么你李振业就难道一点都不心疼吗 听到小妾的哭诉 李振业怜香惜玉的心情更重了 他虽然在京城围观 但是是个欺贫小官 工资不高 大理寺左平市的职务也没有什么油水 想拿出大笔的银子 接济小妾根本不可能 为了在心爱的女人面前 显示自己的能力 也为了长久保持他们藕断思连的情人关系 李振业挖空心思 几乎天天都在琢磨发财的门路 天还争无绝人之路 李振业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 说这一次自己要被任命为即将举行的顺天相识同考官 那么李振业就想 我能不能从这个岗位上捞点好处了 来给这个女人一些钱呢 那么考虑到这一点 她要下决心冒险一把 为这个红颜知己 为自己心爱的小妾拼命一搏 她安慰这个小妾说 你不要担心 现在我有门路了 有办法了 一定能够让你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听到李振业这么信誓淡淡的说 那个女人就问 你到底有什么门路 李振业为了让这个女人相信 她直接就对她说 你看 马上就要举行顺天相识了 我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是 我这一次可以去当顺天相识的同考官 那你现在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张翰 让他去联系考生 联系好了 自己再给他们关节字眼 你们就负责收钱 只要按我说的做 还怕没有钱用 说白了 李振业是要跟考生串通舞弊 卖关节 关节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在试卷的某个位置 用约定好的特殊的几个字 这样考官就可以根据这些约定位置的特殊的字 来找到跟自己有关系的试卷 然后给他打人情分 帮助他录取 那么清代最后一颗的炭花 伤眼流 他曾经说 关节为密通字眼 其异藏者都在用虚字以为暗示 这什么意思呢 他说通关节所有的字都用虚词 近代著名的实业家薛福成曾经说 调子者为调 地名诗文某处所用之字 以为纪念 凡于考官 凡官 守时者皆可成帝 或转转相托而帝之 凡官入场 凡意所欲取者 凭条所知 百步十一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考官和防官 在考场里面根据官节来录取考生 他认为说这种舞弊方式基本上不会有错失者 通关节是明清科举的最常见的舞弊手段 李正业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舞弊 那么李正业他怎么去卖 卖多少钱呢 他自己会要被任命为同考官 肯定不能直接出面去找考生 问他们愿不愿意买官节 这个时候他想到了自己的铁哥们张翰 张翰不是也要参加这次相识吗 这个张翰又喜欢结交朋友 认识的人肯定不少 考虑到这一点 李正业对他的一个小妾说 这一次我做同考官 我肯定会极力推荐张翰 让他考中举人肯定不成问题 这一点你放心 你转告张翰 让他来负责卖字眼卖官节 就明码标价 每个考生收六千两银子 如果这个考生真的被录取了 那再加两千两 六千两银子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多少钱呢 为了方便我们理解 咱们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在清代初期 以二两银子买一袋大米来计算 每一袋大米相当于我们现在140斤 按照现在每斤米三块钱来计算 一两银子就相当于210块 那么六千两银子就相当于126万 八千两就是168万 这完完全全是个天价 卖一个举人名额 价格居然达到了百万级 如果卖出去了 李正业跟张翰会怎么分赃 他会给张翰多少钱呢 如果每个官节卖六千两 他李正业说自己拿五千两 张翰拿一千两 那么他说这样到时候 我李正业给你们三个官节 你们只要找到三个考生 你就可以得到三千两银子 三千两银子相当于63万 这确实也是一笔巨款 李正业的发财梦能不能梦想成真 还要看发财计划的执行情况 但科举舞弊毕竟是杀头的重罪 被选择执行人的张翰 愿意抛头露面兜售五臂关节吗 原本周密的舞弊计划 又是如何走向了疯狂的失控状态 科场大案系列节目 湖南大学李斌教授将继续为一揭秘 卖关节上提 养个小妾需要钱 等张翰回到家里 那小妾迫不期待的把李正业跟他说的话 一字不漏的重复了一遍 可是让小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张翰的反应并没有他预料的那么兴奋 为什么呢 因为在张翰看来 你李正业也太小气了 他对那小妾说什么呀 说李正业只给你三个关节 太少了 即使能全部卖出去 你最多也就只能够拿到三千两 更何况的是 这件事明显是犯法 如果出事 他李正业可以躲在后面 他只要不承认 他平安无事 遭殃的是谁呀 遭殃的是咱们俩 万有这么大的风险 还只能拿三千两 真的没什么意思 听到张翰这么说 这个小妾觉得也有道理 小妾就问 那怎么做才说划算呢 张翰有说 李正业不是说好了 要让你过上好的生活吗 就应该让李正业 多拿一些关节过来 然后再去联系 想买这些关节的考生 卖关节拿到的钱 也不能像他说的那种比例分成 最多咱们只能五五分成 也就是一半一半 李正业来一半 我来一半 只有这样 咱们才可以多拿点钱 才有可能让你过上 衣食无忧的生活 虽然这个小妾认为 张翰这样的要求 确实是有点过分 但是觉得 他说的还是有些道理 为了自己的将来 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他答应了张翰的要求 他说 自己来找李正业说 过了一段时间 李正业又来跟这个小妾约会 这小妾就跟李正业软磨硬泡 终于说服他 让他不但答应分成的比例是五五开 而且还一口气拟好了几十个关节 把这些关节全部交给这个小妾 说让张翰尽量多卖一些 好多赚些钱 虽然李正业这么做 确实是让小妾高兴了 但是也给自己埋下了祸根 张翰尽如愿以偿 拉到了关节 他在外面疯狂的卖关节 而且为了让买关节的考生 相信他卖的是真的 不是糊弄的 他直接就说 这是同考官李正业让他卖的 买了关节的考生 觉得说既然是同考官李正业承诺 李正业卖的 那李正业就会尽力的向主考官推荐他们 值得一买 因此尽管价格是很高 但是这个关节确实好卖 张翰一口气就卖出了24个 按每个关节六千两来计算 总共卖出的是 144万4千两 按五五分的话 李正业和张翰每人拉了7.2万两 如果按照上面的米价来折算 每辆银子折合成人民币210块 这样他们每个人至少可以拿到 1500多万 正因为张翰到处说 这是李正业让他卖的 所以北京城甚至有这样的传言 说这一次考试真的没希望 怎么考得上呢 单单一个李正业就不知道卖出了多少个关节 另外还有正副主考官 还有其他13名同考官 他们也在卖关节 他们卖了多少 真是不敢想 我们这些没有买关节的人 还有什么机会考上呢 虽然是卖出去了这么多关节 但是张翰听到这些传言之后 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那小切就问他 为什么赚到了大把银子 你反而不高兴了呢 张翰跟他说 这一次确实是卖出了很多 钱也不少赚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他李正业只是个同考官 他有多大能耐 他能帮忙录取多少人呢 如果我们收了人家的钱 又不能帮忙录取 到那个时候 那些买了关节的考生 不吃了咱们才怪 那么张翰是不相信李正业的能力吗 应该说张翰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 李正业毕竟只是一个同考官 他的职权是什么呢 他的职权是向主考官推荐优秀试卷 他并没有录取考生的最终决定权 也就是说考生能不能够录取为举人 他只能推荐 并不能决定 决定权在哪里 决定权在主考官那里 但是李正业和张翰拿了人家那么多钱 就应该尽力给人家办事 张翰和李正业能不能够让那些花了高价钱 买了关节的考生 顺利的考中举人呢 李正业卖了关节之后 又怎么让顺治皇帝知道了呢 这一起舞弊案又怎么演变成为一起震惊全国的科产案呢 咱们明天接着讲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李正业高价兜兽用于科举舞弊的关节 他本以为有好兄弟帮忙能确保万无一事 不料正是这个好兄弟的背叛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七人被处斩 一百多人被流放 顺治皇帝打开杀戒 又有怎样的目的 下期节目中李丁教授将为您揭秘兄弟反目出祸端